各位觀眾 記者現在來到位於中山北路山段上的聖多夫教堂 這邊是有小菲律賓的尾稱 就讓我們一起進去參觀一下吧 聖多夫教堂 因為在哲畢就是大部分來這裡的都是菲律賓人 他們禮拜天都一定要上教堂做禮拜 所以在這裡大部分來的人都是菲律賓人 這裡都是沒有中文彌撒 都是英文彌撒的 所以就是專門會看外國人做的 對對對 現在記者實際帶領感受一下英文彌撒的氣氛 在這裡附近都有提供菲律賓的茶餘地 因為他們就會在這裡很容易去看 從剛剛跟修女的訪問中 我們知道這附近有許多菲律賓教友會聚集的商家 就讓昌拍記者 杜維玲 許專軒 帶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特派記者朱維 我是許專軒 我們來到聖多福教堂附近的菲律賓教堂 究竟這裡的超市和台灣一般的超市有什麼不同 讓我們為你一開學問 在菲律賓超市所有高地的食物和可口的人十萬 最不同的目過於記者生活 他們還有集工會寫和寄東西回故鄉的服務呢 周日彌薩結束後 他們會到周堂附近品嘗道地的家鄉美味 或是到公園歡聚聊天 有時也會寄些錢或是其他物品回故鄉 這裡凝聚了他們的香醜與溫暖 你想認識不一樣的菲律賓嗎 歡迎周日來這邊逛逛 品嘗菲律賓美味 感受他們的熱情與溫暖 記者劉信豪 在中山北路三段會突破的報告